好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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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一次中間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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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現在還是很激動 因為好像在做夢 沒想過今晚真的起出望來 尤其是在第一首歌唱慢歌的時候 見到自己91分那一刻 我真是傻了 但也對那一刻對自己 接下來是有多了少少信心 會不會覺得自己有少少爆冷 爆冷 我都覺得自己是 其實我想說六位我們都很厲害 你本身打算誰會贏 我本身打算誰會贏 其實大家都有說過佳佳 龍亭 都是大熱門 但我覺得不用想哪個厲害不厲害 我不斷都是催眠自己 不斷跟自己說 今次來表演來表演來表演 因為上一場其實我已經管著輸的心態 突然間又一個鹹魚翻生 你有沒有勾過的 我和龍亭是對戰過 曾經是淘汰過的 很慶幸這次在這裏可以再次碰頭 所以今天我們都是用著這個心態 就是輸的心情去玩 原來發覺自己當表演是會好過當比賽 如果你看回我第一場 譬如唱100強的時候 我緊張到眼睛表情是很怪的 到現在呢 我自己都覺得自己鬆容了很多 你知不知道那些粉絲 在網上網民說 其實你不應該得獎 是嗎 會不會令到你很無信心 搞到自己 但他們幫街街的 覺得他應該是勝利是最好的 其實我想誰得獎 都會有這個 就是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坦白說我自己之前的回合表演 我真的連自己都過不了關 網民他對我這個想法 我都覺得其實是很合理的 但是我不想那麼多 一直調整自己的心情 自己 好 自己那個水準 我希望可以 尤其今晚我經常跟自己說 保持應該要有的水準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之前是失準 真的我自己都過了自己的關係 為什麼會這樣呢 所以網民對我的意見其實是 我很明白 現在我會慢慢做好 一步一步證明給大家看 你覺得自己今晚是失準的嗎 我今晚我覺得自己 比我想像中穩定 因為其實我臨開show 昨天rehearsal 又一整天很久了 我喉嚨是很不舒服 但是 在下午休息一會 突然間好很多 所以我覺得自己有一點 你怎麼回答太太 太太 我想我 我會跟她 住在酒店 休息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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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請 其實現在這樣 她說她請 你打算再入行 還是還是做回 你自己的工作 這就 改變了我的想法 我看下公司有什麼 新節目可以安排 給我嘗試 我現在是什麼工作我都會嘗試 以前我曾經說過 我很怕做主持 但是 在這十幾年裡 我經歷很多的節目 主持節目 也都有 我覺得自己現在 反而是 準備充足過 上當年 你打算入行嗎 有這樣的機會 給我 我一定會 我會很努力 給大家看到 自己這十幾年的進步 是怎樣